一只旅一件衣服的旅程 带您看见华丽衣裳背后的代价 今年夏天天气实在是又固热 所以很多人买衣服的时候 就想要买纯棉的制品 因为传统印象当中 纯棉是稀罕 又透气穿起来比较舒服 可是今天的专题报道 恐怕要颠覆您对纯棉的想象了 世界上有三大棉花的主要生产国 分别是南亚国家 印度巴基斯坦 还有南美洲的巴西 您可知道棉花生产过程 它的病虫害是非常多 所以有一项数据说出来 恐怕大家要吓一跳了 全世界有25%的农药 都用在棉花田里头 可想而知 你我穿在身上所谓纯棉的衣服 多多少少是否有农药残留呢 2016年联合国的统计更告诉我们 生产一件牛仔裤 它要花掉350毫升的农药 还有至少1万公升的水源 所以每一件衣服穿在身上 确实有它的环境代价 今天的专题报道 我们要带您走进棉花田 这是在台湾 台湾曾经也有棉花种植 但是WTO开放进口之后呢 台湾本土棉花的竞争力相对薄弱 很多农民就干脆趁着这个时候 转做有机棉花 有机棉的种植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 今天带您打开眼界看看棉花种植的过程 也看看它们是如何从一颗一颗 蓬松的棉花球变成了你我身上的衣服 阳光下洁白的棉花暗藏危机 传统的棉花它使用大量的化学肥料跟化学农药 造成环境的污染 根据统计 全球每年生产2500万吨的棉花 将近一半用来制造衣服和相关产品 当现在启动机械化的栽种的时候 它会撒落叶剂 落叶剂就是我们在越战的时候 所谓的成绩是非常毒的 使用落叶剂和农药的棉花 可能来自越南 巴西 巴基斯坦和印度 透过生产店制成衣服 再被全球各地的消费者穿在身上 于是近年来无独观念的崛起 带动有机棉耕作 在国外都是用很多农药在喷洒 这些虫害 棉花的虫很多种 应该有十几种虫类 全世界的农田 只有2%是棉田 但使用在棉田的农药量 却占全球农药总量的25% 这是因为棉花的虫害非常多 不猛下农药栽种不行 因此被人称作最毒的农作物 有机棉耕种前两年 王之音和太太两血本无归 但坚持到第八年 成了眼前的棉田荣景 因为找到了对抗虫害的有机方法 它这里面是母儿的气味 的味道 那它会散发出来 然后公儿在外面飞 飞它就闻到母儿的味道 它就会进来这陷阱里面 这个洞 我们常说棉花棉花 事实上棉花这种灌木 真正的花很少人看过 前期的花 它是黄色的 然后接近中午的时候 它就会转色转成粉红色 到了晚上它就是深红色 那隔天它就会掉下来 花卸了之后 它转为小棉林 那小棉林会慢慢长大 经过一个月时间 它越来越大颗 就会爆开来 就里面就是白白的棉花 原来大家熟知的棉花 并不是花 而是种子的纤维 天然纤维的原料 来自于这些棉花田 采收的时候 直接用手就可以把棉花拔下来 里面60%的重量是棉子 实际可用的是40%的棉絮 在60年前 台湾的棉花田总面积高达6000公顷 不过目前全台的摘种面积 只剩下6公顷 是什么原因造成棉花的摘种面积 不到昔日的千分之一 在WTO开放以后 进口的棉花很便宜 那在台湾的人工上面非常的贵 纺织业它就放弃从台湾栽种 改从国外进口 这就是导致棉花产业很快就没落了 好多健康 多安全 国内种棉花的人少 更别说是有机棉了 但仍有业者把环保摆在异议之前 棉花从产地收成后 可能经过数百到上千公里的路程 才能被送到不同国家的加工厂 记得实际来到孟家这家棉花纺纱工厂 了解棉花如何变成天然纤维 棉花里有种子和杂质必须先存化 这个机器就把棉花给吸进去 类似吸尘器的吸力 把棉花棉子和杂质全部吸入机器 棉花里面它有杂质 现在我们把它层层过滤 它有重量不一样 所以说好的棉花会把它吸上去 不好的它会掉下来 棉花把它处理过后 经过这台机器 它把它合粘 方正一条线出来了 虫中的棉花经由机器 不断的循环合粘着程序 就会变成记者手中的这种天然纤维 虽然用手就可以拉得断 但是制成布料就很牢固 天然纤维做成的纯棉牛纸裤耐磨耐操 但前端制成相当复杂 牛仔裤的制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电力 这里是孟加拉的牛仔裤工厂 事实上制作一条牛仔裤 也需要耗费掉50公升干净的水源 上面还有一些筑记的东西 需要再去把它中和 然后把它变白 我们会经过可能两到三次的水洗 刚出炉的牛子裤 需要大量清水洗涤 如果回到前端的棉花种植 研究发现 光供应一条纯棉牛子裤需要的棉花量 必须耗费0.35公升农药 以及1万公升干净的水源 从棉花天然纤维 到贴上绿色标签的棉制衣服 当我们一层层揭开耗门耗水 滥用农药的面具之后 穿在我们身上好柔好舒适的棉衣 究竟是绿色资源 还是人类截取自然的产物 值得深思